西洋大人 每天搞个你好天气 各位天气风险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昨天台湾在这个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整个大气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 加上水气是蛮多的 所以说在中午过后 在西半部地区的这个热对流发展相当的旺盛 中南部地区普遍都有大雷雨发生的情况 北部的话则是在桃园新竹的山区 也都有比较明显的热对流降雨 这种热对流的降雨虽然因为瞬间的雨量很大 所以有可能会有局部致灾的情况发生 但是也让水库持续的有活水进涨的来源 在还没有台风带来明显雨量的时候 这种午后雷雨的降雨就显得相当的重要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雷雨发生的时候 能够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 并且做好准备 午后雷雨继续下 其实反而是一件比较好的这个事情 今天看起来的话 大环境来看台湾还是在太平洋高压的边缘 在我们的近海 则是有一些比较小而弱的低压扰动在活动 持续带来比较多的水气 所以大气的状态还是不太稳定 上午的话大部分地方看起来还是多云 或者是有阳光露脸的天气 到了中午过后的话 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热队流发展 带来雷雨的机会 旅报资料看起来的话 还是会有局部大雷雨发生的情况 所以说中午过后外出提醒大家要记得 吸带雨具 并且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溪流边 这些比较危险的区域活动 还没有下雨之前的话温度是持续偏高的 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到34到36度 局部地区有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 所以说在户外活动的话 防晒防中暑还是非常的重要的 明天礼拜五到后天礼拜六的话 台湾附近的水气有比较减少的趋势 预估午后雷雨还是会发生 但是整体的降雨范围会比较往山区缩减 平地的天气就会稍微的稳定一些 那礼拜天到下礼拜一礼拜二 高温中心可能会来到台湾的附近 整个午后雷雨的情况会更为明显的减少 降雨的范围也会缩小到深山的这个区域 整个平地下雨的机会就明显的降低了 比较适合安排这个户外的活动 不过到山区活动的话呢 还是要留意午后的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 各地的温度呢还是很高 尤其是这个午后的雨减少之后呢 缺乏了这个降雨消暑的机制 有可能一整天呢 甚至到入夜都还是感觉相当的炎热 所以白天的话呢 还是尽量待在室内比较理想 外出的话呢 则是要做好防晒跟防中暑的这个准备 下礼拜三之后的天气变数就会比较大了 那这个整个需要看台湾东南边 这低压带发展的情况而定 那如果有扰动发展 而且比较靠近台湾的话呢 整个降雨就会增多 扰动发展的越明显 整个影响就会越大 那目前的预报资料看起来的话呢 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资讯 所以还是需要有待后续的这个观察 那也请您要多留意 就是最新的这个天气预报资讯 好 以上迹象是由天气风险吴胜宇提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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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